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熊 上个视频呢给大家分享了一件喜事 就是我妹5月2号要结婚了 那很多网友呢就会很好奇说 在你们河南信仰彩礼到底高不高 我们家市的南方多少彩礼 我个人感觉呢我们河南的彩礼其实不高的 我们信仰其实很大的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 但是在我们这个镇上这个村 大概的彩礼金额是在8到20万之间 那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呢 就会有一个20万给到女方 要么就是18万8 16万8 还有15万8 13万8等等都有 那如果说男方家庭条件差一点 或者是买了新房买了新车 那么彩礼给不出来那么多怎么办呢 那也可以给女方去商量 比如说给个8万8给个10万8 或者是给个11万8等等都可以啊 那我们家收的男方多少彩礼呢 我妈妈收的男方家是11万8的彩礼 再加上给我妹妹买了五金 就是金手链金手镯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 总共是这五一样啊 最近这两年呢妹妹跟着我一起做自媒体 很多网友也相当于是看到她长大 看到她结婚的对不对 那肯定很多网友就很担心说 妹妹嫁的那一外一家南方条件好不好 南方家的条件呢在农村里面 跟我们家我感觉不相上下啊 他们家呢跟我们家是一样的 也是开的农家乐 不过我们家只有一个院子 他们家会比较大一点 他们家有三层楼 农家乐开的规模比我们家要大 然后呢市里面也有一套房子 所以呢条件也还是不差的啊 在农村里面 新郎呢他是家里的独孙子 父母呢也都还很年轻 不管他们家条件好还是不好 只要我妹喜欢她愿意给她组成一家人就行了 来来我们来听一听未来的丈母娘怎么说 我对家的两个女儿 只要我的女儿不远家 我甚至身体都能看得到 都新的了 只要她喜欢家人对她好 我希望她的婆婆公公对女儿一样等待 对待都新的了 要求这么低 要求这么低 这才你 只要一家的好口蒙蒙都新的了吗 这才你才给了十一碗板不觉得少吗 不少了 那我想问一下啊 代替广大网友问一下 你这个才你十一碗板是让我妹带走呢 还是你自己留着养老呢 我也不留着养老 她需要的是不是 甚至是你都给了 好妈妈给你点赞 大家都知道 我们家就姐妹两个 没有儿子 其实最开始 我跟我爸我妈 我们的想法就是 妹妹找男朋友 最好是能找一个家里有兄弟姐妹的 然后呢 男方来我们家当上门女婿 可是超来超去 那些人来我们家当上门女婿的 他都不喜欢 他非得喜欢这个独生子 但是人家家也就一个儿子 所以他是不允许来我们家当上门的 哎难过 好在呢 男方家离我们女方不是很远 从我家到他家 大概也就十来公里 还算是比较近的 所以也就上不上门 无所谓了 其实我们 招上门女婿的想法 很简单 并不是说 让她来我们家打长工 或者是来欺负她 并不是 只是希望 等到老了以后啊 能够代替我们 孝顺我们的父母 然后呢 我们的家产 比如说 山 田 地 宅基地等等 能够有人来继承 就这么简单 没有大家想到那么复杂啊 女婿 上门女婿到女方家 哎呀 这个人欺负你 那个人欺负你 把你当牛做嘛 现在都已经2024年了啊 所以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哎呦喂 这个鱼下的好大哟 妈 我们把那里面 我妹要出嫁的那个房间 给收拾收拾吧 收拾房间了 我妹呢 就从这个房间出嫁 但是你看这个房间乱的 这一堆呢 都是她的陪嫁 箱子 衣服 然后被子 啥子 已经整理好了 这一堆都是她要拎到南方家去的 但是这一堆衣服 还这一堆鞋子 还要这一堆 咋办呢 我跟我妈说 两个人看 能不能给她整一整 把她收拾一下 没法盖啊 那链不上这好看点 你要不要摄像你来了 不是的 给她衣裳过了底下 衣裳过了底下盖 有盖有盖都有盖 盖有盖 不得好吗 可以啊 弄啊 弄啊 我一直都搬走 搬另外一个房间上去 你知道我 这没法收拾 然后那一堆 两堆都是她的衣服 是不 我就这一个密码想法 你不要无赖我 那时候整整齐齐 我现在军委飞来去 嗯 妈的服务都整干净了呗 我搞得整整齐齐的 你这里面不都是 还得配价格装吗 箱子嘛 我都比我好 把箱子整理好 把沙发旁边的空出来 就那里 就 并着沙发的时候 放几个箱子 跟被子边放好 嗯 等到你齐齐的放好 那里人的时候 那里面也有人 这两年 没地方放 这两年屋 盯满了人 刚才搬到奶奶家上了 我也是说 爸往奶家去 奶家送我呀 放手再搬回来呀 我不喜欢他 我也是说 搬我奶奶家 搬我奶家去呀 你看这船背满了 为什么我们家东西 怎么那么多呢 要不你把这个黄金线 站着放着嘛 旁边的黄金线站着放着嘛 你看看 哪里的屋里能放吗 哪里的屋里能放 能放 有空位置 先放着嘛 有空位置可以呀 你爸没办法 这一堆东西 你穿衣服哎 今天可冷了 你穿衣服哎 我穿啥呀 我要做视频 你今天不用做视频呗 你不用干什么事情 你躺着就好了 我不能干了 帮帮都晓得 好多苍蝇哦 怎么这么多苍蝇 这房间里面是藏着什么宝贝吗 农村苍蝇贼多 我也没办法 苍蝇和蚊子都是最多的 因为外面下雨天气比较冷 所以家里面暖和 苍蝇都进来了 这些东西好头疼啊 哎 房间看着大房子看着大 就是储蓄的地方没多少 对没有就柜子太小了 其实从这里打一台都一起过去 非常好 哎我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我们家这个房子啊 盖了十年没有装修 就是因为没钱 后来装修好 刚装修今年是第二年 然后这个打的柜子要一万多 我舍不得 然后我就在网上买的这个柜子 几千块钱 一千块 九百块钱 九百块钱买的 你先买这种 是真没钱 长抬柜子 打的话要一万多 没舍得打 就买的这个柜子 就是干架的呗 像干架架也可以啊 干架 这种装置 装架过去也好 买这个柜子 我俩吵一样 说啥呀 我妈说省点钱不让买 我爸非要买 那肯定要买柜子 你这些东西放去 把他放哪里啊 你看现在这框框里面 买了全多少的东西 哪东西要给他放嘛 这里面没有我的体系 全是我的骑行符 阿姨你为什么跟你吵架了 你们给他买柜子 哈哈哈哈 在这里面全都是的 哈哈 整个就是的 他家的女儿 给他拔拔两个 左蜜肠 啪了一屁股 做这么大个洞 呵呵 你说这个方法好别扭啊 但是阿姨没有柜子 所以说她的 没柜子 我的柜子在家站住了 这是我妈买的新衣服 我妹结婚的那一天穿 但是好像有点冷啊 我外面在下雨 我有个外套外大 有个红大衣是吧 对 是吧 黑色的 黑色吧 嗯 外大 这个配件是新的 没买了 没有一次没穿过 找不到厚实的这个车 好看不 找到厚实的车 你觉得好看不 好看呀 这些衣服很 就是一个类似习荒的 这些衣服啊 很有气质的 这边 妈妈这边搭的 不好看吗 好看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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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我穿什么衣服 你说什么衣服 我穿职业装 哈哈哈 职业装 我 你你看 我拿下来看 我的衣服里 我的新衣服里 我的新衣服都掉得好 我的新衣服里 你爸爸的拉着 我说他不一样 不一样在这块 我的衣服里 你再帮我一样搞掉了 你不帮我穿一上 别的衣服里 好 两边那儿 我的衣服里 这是我的贴子 我穿的是国风装 然后是这种衣服裙 我喜欢它那个嗓子 这个嗓音上的 就是我选的 这个选这样的 我可喜欢这个嗓音 这个衣服是这样子的 然后上衣呢 是这样配色的 这个样子 你看 就这样子 嗯 它这个要扎里面 它这个要扎里面这样子 然后冲上高跟鞋 这样子 嗯 你可以 可以吗 你看不 你拿着穿的一张 不能不弄 不弱的 可得紧 嗯 这不紧 你穿哪个气泡包 哪个气泡可以 小孩看 我们哪个都哪个气泡 我们哪个都哪个 在那后面哪个 哪个气泡 可以吗 我就一套一个 应该买两套 你买衣服 还没得钱啊 你知道不 买个700块钱的衣服 似乎不错 我没谁的 他那个衣服 那个气泡我穿 我妈说很好看 要799 我嫌太贵了 这一套两件衣服 才400块钱 哈哈 则算下来 一件衣服200块 还不让你把拍下 跟网上搜 同款两下 没有同款 搜了 没有 搜不到 没有同款 妈妈 那衣服看着高 他这个衣服 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都搜不到 很奇怪 刚刚 你怎么搭的 我这一套 我这一套 我这一袜子 没回事 你一定要穿了 你那个衣服太疯了 我感觉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好好疯啊 人家婆婆才穿这么疯的衣服 她说老婆子还疯一 那丈母娘穿这么疯的衣服 好看 嗯 好看 嘿嘿 王老奶 你要是结婚 你妈穿这种红衣服 你才好看 你妈瘦 你妈长得好漂亮 不 不 你妈 他妈妈 不能看得好 他妈穿哪个红衣服 精神里面 对对 他妈很瘦 很好看 我哥结婚的时候 穿的那红衣服 你没看啊 我没看 他妈穿的衣服 可好看 他妈 他妈长得漂亮 你长得漂亮 嗯 你妈妈为什么这么漂亮 我妈本来就漂亮 这是我的长 慢慢的收拾 不要紧 三个重 慢慢的收拾 万一大必死 我还怕了 一把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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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粘就好了 等一下把那个气球一把一粘就好了 你等一下 我可以带了 我可以带他 我就带他 我跟他一把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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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 你带我呢 我可以带他 让他鱼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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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一刀